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推出新的计划 让80多家特需学校和社会服务机构 从6月起各获得1000元的补助金 让属下的残疾人士可到体育中心、健身房和游泳池 参与活动锻炼身体 预计会有13000多人受益 哈利马总统早上出席了活动宣布这项计划 并指出残疾人士运动机会逐渐增加 每周运动的人数也上升 他说社会服务机构向来关注于治疗、教育等领域 而不在体育事项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唐振辉指出 体育理事会等机构将同社会服务机构合作 例如调整体育活动规则 寻找相关的教练以及合适的运动用品